今年上午 越南国家主席吴文赏乘机抵达北京 这是他今年三月就任越南国家主席后首次访华 他将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中越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 近年来中越两党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越南是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者 在此框架下的合作不仅大大促进了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 也为其现代化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 通过加强两廊一圈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 两国也在不断深化农业 经贸 金融 人文等领域合作 今年是中越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5周年 相信此访双方将进一步增进互信与合作 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